是看到新聞才過去找他 是不是看到新聞曝光 才把撿到的錢拿來派出所 戴著帽子口罩的老翁 一句話都不回答 在子女的陪同下 匆匆離開非常低調 但警方從他口中問出 撿到的錢時間 在20號清晨5 6點 在爬山的過程當中 發現黑色包包 打開一看都是錢 接著看到新聞才知道 可能跟易營盜領案有關 所以晚上9點才歸還 但過程花了16個小時 僅僅懷疑他涉嫌侵占 柯姓男子早上爬山 就在這個停車場 發現一個類似像這樣子的 深色背包 裡頭一打開 全部都是現金 因此拿了塑膠袋 把錢裝走 不過他再走30公尺 發現另外一款 深色手提袋 裡頭同樣藏有現鈔 但他不敢再拿 趕緊離去 把時間到回20號下午 警方帶著安德魯回到現場 只認丟棄了千萬現金 經過計算之後 科興老翁減到454萬 安德魯只認1263萬 再加上17號警方逮捕 潘可夫和米孩爾 兩個人在大直飯店 藏有6024萬 總計起來 應該就是易營被盜領的金額 不過還差了586萬 安德魯說依照高層指示 要他根據GPS 把錢藏在內湖山區 還有手機拍下周圍環境 在定位金尾渡回傳以資證明 把大筆現金放在偏僻山區 隔壁又是夢阿寶 是不是還有其他台灣人接應指點 因為根據地圖來看 內湖路一段登山步道口附近草叢 就是安德魯藏的地點 一個外國人怎麼可能知道 台北內湖的偏僻山路 種種疑點加上剩下的586萬 還得等警方再進一步調查釐清 這張若瑜 蕭惟山 台北報導 中天電視全身製作搶檔大戲 美好年代